第二 你这样工作下去 就会把自己累死 还差多少 快结束了 莫总 我这边 就差一个收尾了 真准备扒给你呢 对 交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 陆总 实在不好意思 你爸妈呢 他们走了 应该多玩两天的 晓晓 我交给你的工作 都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 所以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付出了什么 你的工作态度没有问题 但是 我还是想跟你聊一下 你的工作方式 你昨天晚上睡觉了吗 睡了 睡了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 如果是我来完成你手上的工作 我可以睡五个小时 至少 《优传媒员工语录》里有一句话 叫做很傻很天真 不过这句话不重要 下一句话才重要 又猛又持久 第一句话呢你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 认真和执着这方面 你已经很优秀了 这也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 但是第二句不行 至少持久方面 你不及格 以你现在发狠事的工作方法 想拼一口气回到紫梅号 不是不行 是不可取 长线作战的第一步 是要保存体力 如果你还想留下来 在行业内立足 如果你还想留下来 就不能只拼爆发力 就要留下来 你啊 你就是留下来 你得罪了 我微妙得怪我 你不许多了 那我说了 我忘了 我这儿了 跟我说说 你别乱是 你不许多了 你不许多了 我自己不许多了 也不许多了 我这次都是 闻到一项 有了 有了 你这样工作下去 就会把自己累死 吃饭了 饭也看着